4月1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主要盟友之一 维克多·梅德韦·秋克的妻子表示 梅德韦·秋克在被拘留期间被乌克兰安全部门殴打 在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梅德韦·秋克的妻子马尔琴可表示 乌克兰本周发布的两张照片中的一张 显示丈夫遭到了殴打 周三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·杰弗表示 那些自称是乌克兰当局的人说 他们想迅速公正地从梅德韦·秋克那里敲出证词 给他定罪 然后用他换取囚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提议 用梅德韦·秋克换取被俄罗斯军队关押的乌克兰囚犯 而俄罗斯周三拒绝了这一提议 并警告 那些关押他的人可能很快会被拘留 马尔辛克表示 他现在想知道丈夫在哪里 以便保护他免受虐待 并让他获得医疗护理与法律援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